0918抢震后 农水署紧急抢修玉璃镇松浦马入断 被震毁的灌溉水墩 但是碍于农田龙起军裂 灌溉水沿着裂缝潜入地下 根本无法灌溉 而震值水道的玉碎期 农民忧心成为空包蛋 后续农地的修复也令人伤脑筋 现议会农镇小组总招哈尼嘎噪 特别成立了专案小组现场会刊 协助解决 华联县议会农镇小组总招哈尼嘎噪 以及小组成员 陈建中拆监与黄正副等一行人 沿着田梗勘查地震灾情 忧心忡忡的农民更是一股脑的大土苦水 这个低的我们没有办法拿泥土来的垫 因为你们像河川级不可 我们拉像泰林那种的石头来给我们停一片 0918抢震 玉璃镇松浦里马入断 灌牌设施被震毁 这大片田区土地也隆起绵延十几公尺 虽然农水属紧急抢修灌牌设施一粒农田灌溉 然而农田隆起严肿剧烈 后续农耕甚至整地恐怕大受影响 农政小组也提出建议 除了当场请陪同勘灾的县政府农业处长陈书文清查了解并全力协助解决 再者由于现在农地龙起军裂让灌溉水从地表沿着裂缝潜入地底下 震之运遂其的水道无水灌溉 农民忧心恐怕形成空爆弹 影响这一季的农产收入 其实这个灌溉水的问题是不特别严重 因为如果是说水水资源这个部分 我们灌溉水没有去让我们的稻米这样吸收到这个水分的话 就会影响到就是我们之后稻米就会变成空爆弹 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农业处这边来把这个问题 一并的来把它汇整之后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帮助农民来去帮农民来解决这个问题 强证灾后重建修复补助方案 农政小组认为农业灾损的部分似乎没有太多琢磨 因此在现刊后也汇集相关的农灾概况 总招哈尼加兆表示 也将进一步向县府提案建议 期盼员能协助受灾的农民 灾后农田灌溉设施与环境的改善与重建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